嗨嗨,我是莫囊 今天怪兽档案来到了第八集 谢谢各位的支持 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可以先帮我点个喜欢,按个赞 那我们正片开始 来看他这个海报 大家会想到谁 会想到哥吉拉 还是哥吉拉后面那棵树呢 没错,今天的主题就是 《必要兰蒂》 那先跟大家简单介绍这部剧场版 哥吉拉VS《必要兰蒂》 是平成的第二部剧场版 由于1989年上映 那里面主要的剧情是在讲说 就像上一集讲到一样 剧情是说白神博士的女儿英里加 他有一次在抢反核券 也就是对抗哥吉拉的细菌的时候 意外爆炸身亡 那白神博士因为非常想念女儿英里加 所以就把他英里加的细胞给融合在他种植的玫瑰上 然后因为当时白神博士请日本科学家 把哥吉拉的细胞先交给他保管 然后他就偷偷的把哥吉拉的细胞 剪成G细胞 他就把G细胞融入了那个玫瑰里面 就变成了植物兽《必要兰蒂》 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棵树 他在卢之虎的时候变成了第一形态 也就是这个 就是这一棵玫瑰啦 那到之后呢 《必要兰蒂》就在卢之虎变成了这一形态 也就是第一形态 那到后来呢 哥吉拉就纹身赶到 因为一样有G细胞嘛 那那个什么啊 因为那个《必要兰蒂》在当时速度移动很慢 然后又加上它是一棵植物嘛 所以他以前都被哥吉拉的射线烧死了后 那当时的那个《必要兰蒂》并没有死掉 那当时的这部剧场版在台湾的艺名叫做 哥吉拉之真假大对决 那我是觉得这个片名有 有点怪啦 因为这两只不像哥吉拉 这一只那个《必要兰蒂》不像哥吉拉 为什么是真假大对决呢 然后他的《必要兰蒂》也不叫必要兰蒂 他叫人心怪术 这个我就觉得蛮有意义的 毕竟人心就是有伊丽加这个人的代表嘛 那他也是一棵植物啦 毕竟你有扣那么大的植物嘛 那此时的《必要兰蒂》身高为50公尺 其重为2万吨 那在过后哥吉拉又开始破坏日本 之后《必要兰蒂》又转换成了第二形态 也就是我们熟悉看到的那个很像鱷鱼的啦 他的他现在目前身高是120公尺 然后体重是20万吨 那在当时的那个《必要兰蒂》让哥吉拉吃尽了骨头 吃尽了骨头 他的头脑上的嘴巴不但可以发射腐蚀液 连他的嘴巴也可以 连他真正的嘴巴也可以发射腐蚀液 然后他的疗牙呢 也带有剧毒 可以当时说让哥吉拉吃尽了骨头 那最后呢 因为在里面的英里加细胞让《必要兰蒂》恢复了理性 两只怪兽也意识到他们同样拥有G细胞 根本就不必打架 最后那个什么啊 《必要兰蒂》就化成那个《英里加》的样子 作为粉尘直接飘到了宇宙上 这也认为了 这也让大家认为那个太空哥吉拉是英里加的G细胞 飞到黑洞再喷出来的 才形成了太空哥吉拉 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说法啦 就是莫斯拉的说法 那我们再次回到 那个《必要兰蒂》 那《必要兰蒂》呢 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只怪兽 那不要看那个《必要兰蒂》长得很凶 他其实跟泰斯特洛伊亚一样 虽然说他是因为白生不是思念女儿啦 但他当他到某一阶段的时候 还没到鲁之湖的那个时候 他给我的感觉很像是那种什么 食人植物在科学研究室这边直接把人抓走 那一幕觉得蛮可怕的 那最后就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一样啦 那一样是得把这部剧长版讲完 之后哥吉拉就继续开始破坏日本 不过呢那个白神博士啦就一样用反核菌 但是他们发现哥吉拉是 哥吉拉在低温状态下那个反核菌起不了作用 所以就把他升温嘛 然后之后哥吉拉就对啊就回到海里了 那继续讲《必要兰蒂》啦 那必要兰蒂其实真的是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的一只怪兽 只是他是植物嘛 那可以看到必要兰蒂 他的中心其实是有能量炉的 就是对啊我们就看到这样 那必要兰蒂呢 他的嘴巴里很多牙齿 哎呦我密集恐惧症不要看 好恐怖哦 不知道大家什么密集恐惧症 那各位喜欢必要兰蒂吗 还是你更喜欢哥吉拉 或者是什么怪兽呢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